流浪动物是游走在城市边缘的生命 它们通常因为无节制的繁殖而数量猛增 由于得不到一定的照顾常常食不果腹 甚至遭遇车祸也影响人类的生活 因此为流浪动物做节育手术是目前较为人道有效的做法之一 因为台湾慢慢有结架流浪狗的概念出来 所以它们现在医生的移术都还算不错 就是它们会尽量把伤口控制小一点 也让它之后伤口不远的感染率不会那么高 也有不少事实证明许多不做节育手术的流浪动物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引发生殖系统的疾病 例如母犬亦发生子宫蓄膿等问题 那个母的话几率更高 母的话是26% 26%就等于四只就一定有一只会中 就是没有渣的 没有渣的就是乳腺癌 还有子宫蓄膿 但是对于节育的流浪动物后续处理问题 专家也希望它们能够得到领养 否则效果会不如预期 最近这几年我们很多邓宝人士在推行TNR T就是trap就是诱补 然后N就是neuter就是结扎 R就是return就是我结扎以后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 就是那个R的部分 你把那个手术后的狗放回去以后 它可能会造成环境啊 或者它自己本身不见得过得更好 那国外现在有另外一种叫TNA 前面TN都一样 那个A是adopt 就是领养 那我把它解杀之后 我不放回原来的地方 我把它安排到一个家庭 让它被人家领养 那这样它后续就生活会过得很好 那也可以解决环境的问题